看到这一条街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摩托车 你一定以为回到了民国 这样的街道一般都是在电影电视上看到 看上去好像民国的时候 但是这条街有一千多年历史 除了街道楼房 有一千多年历史 他们卖的这些小区 也是跟随了我几十年 这些都是他们这里的特色小区 街乡的味道 这些小区只能够在这里吃到 这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回到这里 你就像回到了童年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不是吃这些成长的 我听我爸说他小时候也是吃这些东西 所以他有几十年的文化 现在就带你去青桥年代一千多年前的古街 这里就是广东省珠海斗门县 现在我们开车去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很多农村 现在我们来到了街口 先将车停拍在这里 现在我们就进去看一下这一条一千多年的古街 六十年代的时候 这里非常的繁华 当时这里就好像一个市中心 四周都是农村 这里就像一个城市 如果你想买东西 当时还没有自行车 如果他们想买东西的话 他们就会从四周的农村走路来这里 如果他们想卖东西的话 他们就挑着担子来到这里卖 四周的村来这里 又走路可能要一两个小时 特别是星期六 星期天 这里很多人 有白卖的 有买东西的客人 非常的热闹 七十年代行政部门搬迁 搬到了整岸 周围农村的人也不会再来 附近的居民也搬去整岸 这里的人越来越少 右手边看到的房子都是这里的居民的 但是他们都搬去已经岸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房子 很多都是空房 原来街道上面所有的店铺都开门 后来所有店铺都关门了 一直都是空在那里 无论是清朝年代 民国年代 或者是民国的时候 或者是六十年代之前 能够在这里开商店 在这里住 都是一种荣耀 当初这里就像城市的中心 非常的繁荣 特别是星期六 星期天 这里人山人海 非常的繁荣 一路上有卖东西的 摆摊的 有的人在农村挑东西来这里卖的 非常的热闹 现在这里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3月入选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二批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 街道上现在开了很多店铺 都是怀旧的东西 他们卖的产品都是明朝 汉朝时代 或者是六十年代 所以整一条街和他们的店铺看上去都是古寺古乡 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会想起你小时候 看到这些产品 你有想到你小时候有没有用过 来看一下斗门特斯的小区 你看到他们写那个招牌 斗门特产 这些小区 我们只能够现买现吃 这是鱼 鱼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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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来品尝 它是一种甜品 这一个也是 这一个是爱饼 它是爱草和糯米粉做成的 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爱饼 爱草的味道非常的香 但是有的人也不喜欢吃 因为它那个味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皮是甜的 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这一个应该里面是五花柚和芝麻 这一个里面是花生和芝麻 特别的好吃 外面这些晒的应该是一些煲汤的材料 煲广东汤也是广东的一大特色 所以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很多这些煲汤的材料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些店铺 里面卖的是什么 你们认识这些杯子吗 六十七十年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个杯子 这个店里卖的都是汉服 好漂亮的鞋子 看上去就像民国的时候 很正宗的汉服 装饰品都是一套的 这些房子建了大约有两百年 大约在1850年 澳门加拿大的一些建筑是设计和建造的 一直保持到现在 整一个街道和房子都保持的非常的完美 主体建筑是一个 这些是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小区 这一个是橄榄 再用橙皮包着 然后再用形捆起来 非常的好吃 公鸡碗 这些碗是不是出现在民国时候 你看这些物品 全部都是民国时候的东西 我们已经逛了很长时间 终于要找到了一间 民间美食 传统的家乡美食 来看一下你有多少是应食的 这些都是小时候吃的食品 看到这些食物口水都流了 借钱看上去也不是很贵 那我们就每一样都来一份 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这一个是虾米肠 这一个就太厉害了 非常的香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它是用面粉包着里面的糯米 这样炸出来的 所以里面非常的香 来看一下 里面有糯米 还有辣肉 还有 这一个应该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这一个特别就是新鲜 它是用新鲜的炒来做的 新鲜的凉炒粉 它有排毒去稀的功效 来一碗冷冻的特别下火 这一碟是虾米肠 它有几层糕 上面这一层放干虾米 特别好吃 干虾米特别有野味 现在很少见到有这一种虾米肠 吃起来有一点爽脆 但又有一点软 这一个就太香了 你看里面的糯米 外面是炸的 非常的香 这个在外面基本上都很少见到有 外面这一层是糯米粉 在里面再放一些馅料 这一个是红豆 这一个是花生 这一个应该是芝麻肉碎 每一个品种都不相同 这一个应该是芋头 品种太多了 吃饱我们继续逛间 看到这些东西 满满都是回忆 上学的时候 你有没有用过这一个书包 60年代的时候 就是用这一种书包 去河里抓鱼的时候 就拿这些篮子 中午带饭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篮子带饭去田里 吃鲸鱼的饭 就是用这个篮子来装 渔民用的帽子 这一个是凉水壶 出外带冷水在里面 也是60年代的用品 这一个玩具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 六七十年代的男孩 最喜欢玩的玩具 如果你现在买回家 不知道还有没有用 如果你喜欢穿汉服 来到这里 你一定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每一个店铺所卖的东西 都是小时候的回忆 以前少了这一个扇子 就好像现在少了一个风扇 小吃是一种传承 这一条古街的房子 全部都是以前的模式 里面和外面是没有改造过的 保全非常的完美 只有外面的柱子翻新过 墙上的雕刻还清晰可见 每一座楼都是其楼的形式 上面的雕刻非常的明显 差不多200年的历史 保全到现在这么晚景 真的不是很容易 地上铺的全部都是10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房子 上面的雕树 非常的漂亮 而且保全得非常完美 这些都是广东人用来煲汤的食物 广东老火汤是非常的出名 这些材料都是宝贝 每一种的功效对身体都不相同 五指毛桃汤 酥筋活络 强筋健骨 这些材料的功效他们都有写在上面 因为附近都是农村 有很多山 所以很多他们都在上面写野生的 因为他们在山上就可以挖出来 下一节我会带你去山上面看一下 山有多大 再去农村那里看一下几百年前的房子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你看到外面 很少有人在走路 其实这里并不是很多人来 但是每到节日 跨甲市春节 新年 八月十五 这里都是人山人海 平时就好像现在这样 外面没有多少个人 都门很多特产 如果你来到东门一定要买些特产回去 他们的特产一般都是咸鱼 莲藕 地下一直都是用石头来铺的 当然现在用了很多新的补上去 有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到旧的石块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看楼顶上面 每一个楼都有雕树的 全部的雕树都还在 非常的清楚 上面也没有重新装修过 差不多200年的房子 保存的确实是非常的完美 房子的后边就是当地人的房子 1995年香港亚洲电视台就在这里拍的一个电视剧叫做 再见燕阳天 这里有一间小小的博物馆 从这里看这一个镜头就非常的清楚 可以看到楼上面的雕树 这里的老板 现在中午12点了才开门 在这里逛了大约两个小时 我们就来这里坐一下喝点水 宋朝前朝局里是这里的名字 现在这里是一个镇叫斗门镇 逛了两个小时坐下来喝杯茶 这一个老板非常的客气 叫我们进来喝茶不用钱 他说现在一般都没有人来 节日的时候才有客人来这里 他在这里开一个茶窗 楼上用来睡觉 他说这里的店铺都是这样 因为这些楼都是这样的特色 楼上店铺二楼睡觉 所以他租一个门店等于租一个房子 非常的划算 平时就是坐在这里喝茶 所以他见到我们过来非常的开心 叫我们过来喝茶 他说喝茶免费来陪我聊一聊 因为他是外地人来这里 朋友没有很多 见到客人来都喜欢聊一下 这一杯是他这里特色的饮料 看到这个杯子很有特色 所以也来买一杯尝试一下 到这里古街已经参观完了 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去附近的农村 看一下他们的房子 那里的房子应该有几百年前的 他们的围墙都是用糯米粉和黄梨一起做的 这样的地方很少再有了 喝了这一杯茶 我们继续我们的行情 谢谢 Hahah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